如今的娱乐群已经成为90后新生代的世界 爱豆流量都是形容他们的代名词 随着95后的分歧 90后也已经面临着脱离偶像标签 走向转型趋势 毕竟 颜值这东西终究会有衰败的一天 如果有优秀的外表 同时还可以凭实力说谎 未来想被淘汰都难 在流量和实力的相互拉扯下 90后的男艺人们的发展也各不相同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这些90后现状如何 第一位杨阳 杨阳2007年因在李少红版《红楼梦》中 是贾宝玉一角正式踏入娱乐圈 之后又主演了电影《左耳河》电视剧《盗墓笔记》 获得了众多关注 直接占据四大流量小声之一的位置 2016年的《微微一笑》很清诚 杨阳迎来了演艺道路上的巅峰时期 之后的全职高手《和你是我的荣耀》 Cobie依旧好评无潮 再加上没有什么负面黑料 如今依然稳坐当红小声的位置 近期由杨阳主演的《潜视天下》 以及《特战荣耀》 播放量也相当不错 从而可以看出 杨阳的热度就从来没有掉下来过 是当之无愧的娱乐圈顶流 第二位 肖战 2015年阳光帅气的肖战 以组合新人的形式正式出道 成为了娱乐圈里一位不知名的偶像爱豆 进军娱乐圈后没背景没自缘的肖战 只能从小橘色开始磨练自己的演技 直到2019年 28岁的肖战凭借陈情令爆红 成为了娱乐圈顶流 截至目前 陈情令的播放量已经突破百亿 肖战也成为炙手可热的一线艺人 更是被各大奢侈品牌惊论 代言不断 直到227事件爆出 肖战演艺事业受到重创 而他选择用沉默应对所有问题 2021年年末 一部没有宣传且毫无征兆的军旅电视剧航空出世 还拿下了全国收视率第一的成绩 这就是肖战主演的王牌部队 而之后他又凭借余生情多指教 以及还在宣传期的欲逍遥 热度提升的一发不可收视 直接稳战顶流之上 第三位 徐凯 2013年 徐凯因参加中国广州国际模特大赛 获得全国平面组总决赛冠军之后正式出道 2016年 出演首部电视剧《潮歌》正式进入演艺区 2017年 试演电视剧《延洗公寓》里的《复查复衡》被观众熟知 同年又主演电视剧《招摇人气大增》 之后所出演《烈火军响》以及爆红网剧 从前有作《灵剑山》等等诸多电视作品都广受好评 尤其是徐凯英俊帅气的古装扮相太深入人心 甚至有网友称 你可以永远相信徐凯的古装剧 而徐凯更是在横店一带就是四年 这样敬业的年轻演员 能红自然是有道理的 第四位 黄景瑜 1992年11月30日 黄景瑜出生于辽宁省丹东市一个普通家庭 16岁辍学 做过服务员 当过学徒 走红前曾是一名不知名的谋客 2016年 因有幸出演网络剧上瘾收获大批粉丝 正式进入演艺区 2018年 平替军旅题材电影《红海行动》中的硬汉形象爆红 同年主演奇幻剧《极爱千岁大人》的初恋 人气再次暴增 并获得第24届华顶奖 当代题材电视剧最佳男演员 2019年 主演励志戏剧片《飞驰人生》 同年11月又因电视剧破冰行动 人气流量持续增幅 如今已是娱乐圈炙手可热的一项演员 第五位 白静庭 1993年10月15日出生 身高183的幽默气质暖男白静庭 长相清秀的他凭借在明星大侦探里 存在版极强的表现被大众熟知 一直在演艺圈不温不火的白静庭 主演了《你是我的长池堡垒》后 也挤进了流量人气爱道的行列 他饰演的特警和医生米卡的甜蜜互动 一时间让CP粉们磕得醉生梦死 之后又与赵基迈合作主演了时间循环内电视剧开端 又收获了不少恶毒 之后也希望白静庭可以将恶毒一直保持下去 第六位 郑亦诚 郑亦诚出生于1993年8月26日吉林省吉林市 2012年因参演电影《百万爱情宝贝》 而正式进入演艺圈 如今已经出道近十年 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郑亦诚曾经参演过很多知名电视作品 如《半路父子》中饰演高满 在电视剧《花千古》中饰演蓝显玉 2016年在电视剧版的《微微一笑很清澄》中 饰演阳光俊狼的美人师兄后妹 之后曾主演由漫画改编的武侠剧《画江湖之不良人》等等 之后也出演了很多古装仙侠剧 为演技和颜值也都是说得出的好 可给人的感觉 剧离爆红还是差了点运气 第七位 王一博 王一博也是凭借陈情令中的高龙巨狼的蓝二公子 人气大增 作为天天兄弟中的团传 一直被汪涵捧在首席 虽然是男团组合爱豆出道 但演技还是得到了不错的认可 在出演人狠话不多的蓝昂基之前 王一博就已经有很多电视作品 如与陈乔恩和佟大为合作的电视剧 《人间之为是清幻》 除了演戏 他在音乐领域也很少好评 同时还拥有诸多个人技能 如赛车冲浪的 堪称九五后全能艺人 未来可期 第八位 李信 李信出生于1991年10月19日 出生于湖北省咸宁市 成长于湖北省荆州市 比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 科班出身演技研直军在线 为人低调兢兢业业拍戏 2017年主演了网络剧《河神后人气》上升 之后又在《亲爱的热爱》的中 被望腹体杨子带红后 圈粉无数 后续因选剧不理想 作品也不多 再加上甚少参加综艺节目 人气没有获得提升 反而有下滑的趋势 第九位 邓伦 邓伦 娱乐圈里少有的小眼睛的演技派男神 前几年凭借与杨子一同出演的《湘灭沉沉浸如霜》 持续把战迎平 而近年来他将重心转向综艺 虽说人气还在 但作为演员 没有作品 发展受限实在有些可惜 第十位 胡一天 在九零后一代年轻演员里 论颜值和演技都没话数 但他的作品却总是忽高忽低 在《小美好》中 胡一天和沈岳的合作 让胡一天火得一跳糊涂 之后在《亲爱的热爱》里面的表现 更是收获了一大票粉丝 而之后第二部《我的时代你的时代》 却没能延续第一部的热度 有不少网友称 如今的胡一天有高开低走趋势 而之后的很多作品也反映平停 近期的《你好》神枪手 更是被吐槽成烂剧 让粉丝再三失望 或许胡一天还差一步 可以证明自己的作品 这时代有潜力的九零后男星 你共支持谁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